世人都说卖学难,其实是那层窗户只没有被捅穿,有记得十多年前师从民间老中医学习卖诊,当时看到师傅双手持病人的双手,一眨眼功夫就将患者的基本病情搞得一清二楚,当时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后来,师傅在叫我卖诊之后,让我在临床中多体悟,同时还要对卖书上所说的卖相进行取向别类的体验与感悟。 在把卖相告明白之后,三指之下,一切疾病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前不久,一位从海外回来的女士,找我探讨重要的国际化传播的事情,我们无意间聊到了卖诊,她很好奇,问卖诊真能看病。 我说当然冷啊,于是就进行现场直播,我给她把了板脉。 总觉得这事情不好意思说,出于对学术的尊重,我就冒昧的问她,恕我冒昧,您的立甲不正常了。 好几个月未来了吧,她说,对,我去年就绝经了,约,这女子保养得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她也就没约三十七八的光景,竟然已经民意五十了。 我是该想她请教逆生长的经验了。 她说,其实逆生长并不难,因为她是个世人,作家,心境非常高,状态特别好,不卑不喜,不卑不亢。 此乃实话,这正与皇帝内经所说的甜蜜虚无,的心态养生法则一脉相成。 她也很词异,问我是如何通过真脉,发现她这个秘密的。 我说,这个比较专业,说了您不会明白,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花一段时间。 大家也许觉得奇怪,我是如何如此准确的看出问题的。 其实这在卖学书上讲的有,具体内容比较长。 我们以后陆续来讲,这个卖案纯属卖学的切磋,也是别人对卖学的考验。 我们现在来看一则卖正并致的卖案。 大约是去年的冬季,一女子烟头,伴有呼吸不力,生严些许私养,绿物寒,安其卖,六卖如常。 没有用寸部位有上进上之卖,整寸部卖时,手指向掌测上端推着卖的尽端,所谓上寻余计,也就是寸卖的上不仍有卖博跳动,患者自己服用诸如杰格,竹丽叶等无效。 我当时看到这个卖,立即想起皇帝内经中,上进上者,雄猴中视野的名文,认为他现在咽喉童仅属于外感所致。 根据分析,当属于韩席客费,立即叫他去药房买点药。 具体如下,桑叶五克后下桑白皮十五克大青叶五克后下半蓝根十克橙皮十克后下,上五位,以水八百毫升,门火炷开,先放入半蓝根与桑白皮,煎煮半小时,然后放入橙皮,煎五分钟后,再放入大青叶与桑叶,再煎五分钟,去扎。 顿服,结果他服用之后,不到一刻钟就好了,人们都说金方的疗效很好,父悲而遇。 事实上,只要脉正相应的情况下,无论是金方十方,都有很好的疗效,也许又有人不解,这个脉案如何体现并肌是寒邪客费呢? 此案六脉如常,没有右侧出现身近身之脉,右侧与肺脏,肺经相对应,上经上者诸颜猴之事,且肺经细行以喉咙,症状中有咽头,呼吸不立肺主气,四呼吸,从脉象与症后来讲,属于肺经病别,定位准确了,就可以判断性质了。 绿物含,险细含邪作祟,所以这个判断没有错,然后用药,用入背经之药剂量很轻,此乃孙无知通至上交如雨,非轻不举之职,达到轻可去实之目的,帮忠酿在桑叶,桑皮与把蓝根,打琴叶两足,一声一叫,气急通畅,达到要刀病除之效。 中医之绝招在卖诊,我们要想把中医好好的传承下去,就必须大力发展卖学,把力带卖学中的精髓进行提炼,并参考您接老中医对卖者的林郑心得,这样才能有所发展,有所进步。 我们衷心的希望中医,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更好地呵护和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